- 比赛开始了,这边是通过的林克对战我们这边的鲁卡利欧,这是第一次我们在比赛这边看到鲁卡利欧啊,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比赛。 - 这个冷门角色。- 其实在这边目前我们看到的宝可梦都不多,就现在是地支。- 这个选手的话之前我是第一次来参赛的,就是在乱斗堂的比赛记录里面是第一次参赛,但是打到了这个32出池的感觉还可以。- 打到败者组出现已经是很不错了。- 漂亮,一个空前。- 这是有点失误。- 问题不大。 - 哎,漂亮,一个下B counter到了。- 土龙弟弟是毕竟吗?还是谁?- 先问一下,你是不是说。- 好的,好的。- 我们这边呢先看到,其实还是那一句话,东莫还是一个比较偏远,就是偏远程利回,喜欢丢回利标的一个角色。- 我刚才他归,他就是归我的时候,我差点没稳住。- 对,我就说嘛。- 很紧张,170多翻盘那一把,真的是。- 因为他是那种,就喜欢拉后,然后丢回利标。- 拉后丢回利标。- 对,拉后丢回利标。- - 他有个问题,就是他丢回利标的一个动作太明显了。- 就是他后撤,我大概就知道他要拿来看。- 对。- 他都会往后拉的时候拉回利标。- 对。- 那所以我为什么,我说,玩老鼠就喜欢这种。- 就是看到你先后撤。- 对,就有个讯号,然后你就可以开了。- 对,我就可以等着你了。- 对。- 对,我就可以等着你了。- 对。- 你拉距离也是给我机会嘛。- 对。- 那所以我的收益是吗?- 给我反应时间。- 对。 - 好,那我们看到路卡里奥这边,靠着自己60的百分比,被动,去用了一把横逼,熬走了这个。- 哎呦,这个是下逼想要熬。- 那路卡的话有个小知识哦,他的这个波导,好像在群里里面有说过。- 对,他180是最大的。- 对,就是他在百分比增加,生命速落后的情况下都会有增幅。- 反正就是逆风的情况下特别强。- 对,逆风都有他,对吧。- 对,180以后就会有增幅。- 对。 - 就不会再大了。- 顺风不见人。- 顺风是扣百分比伤害的。- 对,顺风反而是扣。- 他在刚刚出来的时候,就明百分比的时候,他是只有自己正常伤害的0.6倍率。- 对,就打人就不痛了。- 对,就要60之后才能正常。- 好大。- 但是他到了120之后呢,E8S就差不多是一个玻璃了。- 很恐怖。- 很恐怖。- 对,然后180之后是波动最强的。- 嗯。 - 对,他这个卢卡里奥还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喜欢凹的一个角色。- 对。- 用凹,用波,就这种各种,就不会太多去做B转这些操作。- 对。- 好。- 就目前,目前国内的话,应该是,一个是毕竟,一个是摩托车,这两个是卢卡里奥常驻。- 对。-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个新的,看一下怎么说。- 云的话也会偶尔玩。- 哎,云的那一个只是玩具。- 对,然后我还要拿卡比一样。- 对。 - 我们的亚生。- 哦,漂亮!- 哎,可以。- 这边东坡先1比0。- 亚生现在不用看了。- 亚生现在不知道啊,东坡还是蛮厉害的这个,对,东坡还是蛮厉害的。- 对,但是。- 主播嘛,东坡是。- 但是东坡这个,现在他好像是被。- 谁?- 被我打下来了。- 被你打下来了是吧。- 对。 - 所以,所以这边呢,就有点难顶了。- 打他的近在我身边了。- 那个,是吧。- 那个。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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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杀近在我身边。- 哦,鲁阿哥是。- 是摩托车是吧?还是谁?- 不是,鲁阿哥就是鲁阿哥。- 他的ID就叫鲁阿哥。- 鲁阿哥也是玩鲁卡的吗?- 也是成都的选手吧?- 我看这地方。- 七万也是成都。- 鲁阿哥我印象中他不是玩鲁卡里奥的吧?- 他玩啥的,好像我一直都没有。 - 没有什么印象中。- 完了,他鲁卡里奥,不是,鲁阿哥是玩啥的,我真的没印象。- 他说是。- 啊?- 是我记错了,那就。- 可能是换了吧?- 你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能成功。- 但是我印象中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换过Mainnet呀,就小妹妹一个。- 小妹妹会的多了。- 所以可能就我一个。- 那这个,目前来看啦,就目前来看这个鲁卡里奥呢,就是那种,靠鲁卡里奥本身性能。- 就是。 - 啊?- 逆风会增加攻击力的那个角色性能来打的。- 对。- 就还是对自己的一个操作机制,并都是很多的一个,呃,去了解。-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,目前来讲,应该是东莫是稳赢的了。- 对。- 对,因为第一个他没有一个对原创回地标的一个对策。- 对。-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对本身的这个鲁卡里奥的操作。- 哦,上S可以。- 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深入了解,就一些细的细腻的操作没有发挥出来。- 哦,上S可以。- 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深入了解,就一些细腻的操作没有发挥出来。 -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B转啊,还有一个。。。- 你看ó,就是拗嘛。。。拗一波,我119了。- 希望!- 我一波一嘴。- 我拗那没这么大的拖。- 呢么大个拖。- 对阿。- 我elm seуетz非常的。- 对啊,现在到,我刚才到某了,我看到他把那个炸弹给打了,我觉得有点满。- 现在还不是最大的。- 对,现在还不是最大的。- 现在还可以给大家这些抖。- 等一下再会打一条命再150?- 而且他场外他有个问题就是他一时间就往场内拉了。- 这是很危险的。 这是一个是A走的败者出现前途。 其实不是中独想的,你太厮 tes。 他手已经在打了 只是还没上主舞台而已 出现的我们都会尽量安排到主舞台 现在这个鲁卡里头最大的问题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距离给控制住 不要出一些不安全的招 因为冬末他这种打法类型是很喜欢你这种打法的 就知道你下一秒肯定要凹下来了 好 朋友亮一个Perry 玩防了一下 又是一个 来 独 轰钱 没打中 又是一个凹 再凹 想要凹 去抓 这把有没有机会做梦 做梦的话我感觉有机会 有机会 漂亮 没了马上没了 他现在只能靠摸横逼摸波动来打了 你看就一直在打这个续波 问题是人家灵柯不怕你这种啊 他一个回力标能把你的大波给打 没了 上开始 哎呦 这个空上是怎么急了 冬末不应该这样打 他现在这个波逊马呢是可以无视他的回力标的 但是对这个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对 哎呀 又是一个counter 差点啊 慢了 哎呀 这个不接一个空前 你看就各种凹 对 卢卡还是比较新手的 这个打的 不是太晚 不是他会这些细腻的操作 又是一个凹 哎呦 后头 下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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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被奥死了吧 这一条命 又是个横逼 哎 你看这个这个球 还可以再大鱼螺旋玩 超大鱼螺旋玩 上头 漂亮 那这边的话 恭喜冬末了 对 这个 我看你用打的还是比较稚嫩 对 让让B哥调教一下 哎呦 用自己的 我看你会记住了 对 这边的话 我看你会这样 你会有什么